台湾面临严重干旱危机 除了想方设法节约用水之外 集水设施也值得关注 我们带您来看到日治时期 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设计的二丰寸 使用已经将近90年 不论是风水期还是苦水期都能够稳定供水 因地制宜的生态工程 不用一度垫就可以灌溉良田 比起大型水坝对河川生态几乎是没有影响 接下来的专题我们就带您来了解 这座历史悠久的水泉工程 沉沉流水不断涌出 这一流旧市90年不曾间断 密密麻麻水管供给父亲居民用水 仰赖的旧市二丰寸这项水利工程 那么从这一个人孔到对岸人孔 大概有328公尺 在河川的下面就是所谓的地下燕堤 所谓的积水廊道 看不见的地下燕堤体隐身在河川底下 二丰寸是一座长328公尺的积水廊道 梯形燕堤体用一根根倾斜的水泥柱 隔出积水空间 上头铺上编织的枝条 协助过滤阻挡异物 河川的浮流水就从水泥柱间进入三角空间内 也就是积水廊道中 也就是利用河床下这个20公尺内里面的浅增的地下水 来汲取这个过滤的水 所以说水质非常干净 大地底下有粗颗粒土壤组成的含水层 也有细颗粒粘土组成的组水层 而浮流水为流洞 或储存于河道下方沙粒石层中的水源 屏东县境内大范围的板岩 这者指出铅笔固造 颜体相当破碎 透水性好 雨水往下渗 储存在地层里面 而一旁这个看似碉堡的建筑 称为进水塔 是积水廊道的终点 浮流水由这进入倒水系统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管线 就是一个隧道 穿过这个山头 到山的另外一边 山头另外一边的时候 就有小水鬼影出去 清澈的浮流水 顺着尊道往下流 再借由闸门管制用水 不用一度电 就可以供给灌溉粮田 供给当地民生用水 这个量比较高 那么水流出去的位置 就慢慢降低慢慢降低 它也不必用电力 也不必用什么力量 让这个水加压力都不必 因地质疑而设计的水墩工程 是日治实习日本工程师 鸟区信平 为稳定甘蔗灌溉 解决焊机用水所设计 一九二三年新建完成 使用至今 依旧稳定提供用水 骨水期的时候 当时设计是六点五万吨的水 每一天 那现在大概这个时期里面 大概剩下一万多而已 但是还是一样供应给 沿线民众 这个民生用水使用 也有包括部分的 民众的一些灌溉 与水库相比较 水库引起地面水 而几水廊道积取地下水 水库对环境冲击大 有一定的淹没区 雨季着陆高 水质不稳定 泥沙量过高 营运以及维护成本庞大 水量要多的话 一定要河床里面 还看到很多的水在流 那才是 你看现在河床 很多的设施 像河床里面的道路 这个表示是干净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的干净要延伸到什么时候 所以像这样的地下水 坦白讲这是相当宝贵的 一个兼顾了 环境及生态保护的水利设施 就在寸旁的公园里 树立了一座鸟居姓坪的铜像 周围绿影环绕 感念这位尊重大自然的工程师 而在零后森林森林园区 设有积水艳体的模型 让民众了解设计概念 现在要看到这样子的设施 实在是很少了 我觉得古人他是很有智慧的 他一定有他为什么 要有这个想要灌溉的 这个水锅的存在 而且水跟我们也是息息相关 台湾面临大旱危机 用水拉警报 水库淤积蓄水量低 干涸见底 反观恶丰盾 这个结合生态保护 数十年前新建完成的水利工程 当时建造的精神与方法 值得效仿与学习 由于不同传媒体&拟大旱 器来自家和棒的摇这烤 民众交易 传媒体 代表